DST 2020 Paypal 1 第四條A 部分 主要是一間公司叫Walmart 這是一間calendar的公司 他們專賣厚衣服和洋服的產品 現在的計劃是在香港開一間公司 重點就是社交因素和環境 這也是屬於外交因素 所以我這裏也寫清楚 當他們考慮在香港做一個生意的時候 究竟他們會在這兩方面 不論是在社交因素和環境內 會考慮什麼 所以我們就看看情況 我記得一件事 就是社交因素和環境內 主要是在考慮社交因素和環境內 所以很多時候會考慮下方的不同部分 這裏寫得很簡單 但這裏是比較詳盡的 比如她的意思 還有她會考慮性的分別 那裏是證明性的分別 或者是性格的分別 或是積極性的分別 或是學生的分別 或者是學生的分別 或者是學生的分別 而下面呢 它寫到就是Taste and Preference 我自己不建議用這個寫Social Factor 因為我都覺得這個是一個文化的因素 而 rather than 一個Social Factor 但當年它們就說接受了這個 不過我自己就不當它們是 所以我就不會這樣寫 所以我覺得寧願寫下面這些方法就會比較 當然這個是那個切入點去解釋 之後就要再講 另外還有第二個方法就是Physical Factor 我覺得寫Climat 或者Infrastructure 是不錯的選擇 Climat 當然是寫Weather Infrastructure 就寫一些Rolling Transport 就是講Climat 這是講香港的天氣 就是究竟是否太熱或者太冷 或者去賣那些用的產品呢 Infrastructure 當然就是講那個Transportation Network 我們就講那個考心在做的時候的情況 那你會見到呢 第一個的題目呢 你會見到它就講什麼 什麼厚紗未必適合 因為香港的天氣就太熱了 那又沒有學說 但是那個問題呢就是 重點在這裡 你沒有開始寫明究竟是哪一個Factor 是Social and Physical 所以是No Marx 所以縱然你的心裡會知道 這個Point 其實是一個Physical Factor 不過 你會見到一個Wheather 但是如果你沒有解釋清楚的話 依然都是零分 所以我想同學要留意這一點 就是一開始開中靈異其實很重要 要講究竟是什麼Factor 所以你會見到第二個考心 在他做的時候 會先講Social Factor 那這個是一個Good Practice來的 但是當他再去解釋的時候 你會看一看那個考心的做法 他會說那個Age and Sex Distribution 就應該考慮 但是下面呢 他沒有很清晰地解釋到為什麼 就是怎樣影響到那個 這間Warmar的公司 他只是說什麼香港 如果有很多男人 就說什麼什麼需要 那個什麼Fact 主要是說什麼什麼賣所有的Products 但是其實這些都不是一個 好的解釋 所以這裡其實他頂多 都是上面這裡只有1分 他的解釋不好 這上面是0分 而下面也一樣 你會見到他講 那個Prime Map就方向 那這裡也是21分的 也講得清楚究竟 應該要怎樣做 那他之後又是下面解釋到一大堆 你說什麼 香港的氣候 什麼長年超過30度 那些人就說 什麼Design to 什麼Design to 那 這裡他也是說 他是解釋得不夠好的 OK 所以看回中文版 他們會比較清晰 那他會說到 你會見到 他會說 Social Factor Physical Factor 那他 這裡也有說到 那個 Social Factor 是說 其實我覺得這裡 不是太好的 其實 他這裡說 或者Income 那因為 你問我自己覺得 如果他這裡說 Income 就是 我覺得是屬於 Economic Factor 那 而 Preferences 其實就是 Cultural Factor OK 我只會這樣說 但是我覺得 他這裡的好處 就是他有說到 究竟這些因素 如何影響 那個公司 就是 例如影響 Price 就是 Product Design 那 因為 要參加香港人的 需求 或者 從而令到 銷售的時候 那個定價有改變 但是我覺得 他的好處 寫得好 就是他其實是 要怎樣說得到 影響那間公司的 Price 那個 設定 還有 那個 Product Mix 我覺得這個位置 其實是可以去 學習的 那 而下面 他這條寫得 比較好的 他會考慮那個 Climate Change 那個 那 他都會說到一些 推薦 例如 他這裏 不用太厚了 那這裏 他有說到 那個 Quality 那個 Product 那 這個 也是 也是 牽涉到 剛才我們所說 怎樣影響 那間公司的 業務 所以這個是 是寫得好的 但是 我會對於 他講的 那個 牽涉到 或者 我會覺得 有一點點的 意見 在這個部分